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很难得的出了一个黑棒的机会 所以明天美国 就今天晚上不管收高或收低 明天都是第一个买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风格 今天就讲这两件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指数 如果之前所说的 最期待的就是它跌破80 做出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明天就是出现第一个买点 那这个逻辑就是 我用一档股票来跟大家说明 比方说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好那这里就是一个最标准 跌破了80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跌破成功 跌破成功意思说这里死亡交叉 然后呢这根黑棒收不回去 那这个就是变成回到20 大家会再反弹一次高点 因为80够强嘛 这边还有一波 那在这一次不一样 那比较类似像这里 比方说这里出现死亡交叉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死亡之后的这根红棒 本身没有被跌破 那这里还有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你看起来跟右边 这个高点对应上去是背离的 就这个地方再往下走 但是这个地方再往上走 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出现一个死亡 那这根黑棒的低点要被灌破 你如果这个低点不灌破的话 它会盘一盘再上去 这后面会创一个新高 所以80预示说我够强 回到第一岛以后再重新交叉 它会上去 那这里也是一样 80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第一次来灌破80的时候 那明天早上只要是破了今天早上低点 就是一个买点 这行情在哪里会转弱 所以要回到周格局 因为今天有跌破上礼拜的低点 对不对 好那有人说 老师这个如果说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不抽上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灌下去 就变成一个短线的日落 日落的话这边就三周了 很多股票就会下去了 所以通常来讲 来到这个上礼拜的低点的附近 一般都是会拉周四周五 那周四周五如果拉失败 也就是这个地方在下个礼拜 没有上去17000以上 17000前高到本周的高点 那目前高点是17351 上礼拜高点是在17421 对不对 下礼拜如果不用轰上去的话 那行情就会变成什么 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 那怎么样的情形会变成 像这个地方回这么深呢 这要搭配台币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搭配台币几率不高 对吧 因为美元能够用的方式都用完了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我在讲指数 是闷着头在这边喊 一万七一万八 一万九二两万 不是这样 这个东西要搭配另外一个东西来讲 就是股市的风格 关于买点这件事情 是个股的买点 这个东西我要讲一下 股市的风格 什么叫风格呢 比方说我们来讲 有的人操盘有操盘的风格 那他喜欢做强势股 这就是这个风格 有的人他喜欢稳健型 他喜欢逢低去买进 每年有配股配息的股票 这也是一种风格 但这是属于个人的风格 不是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的风格 大盘也有大盘的风格 比方说你一定会有一种经验 有的时候股票低下股特别强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风格 比方说市场上现在流行走 底部起涨的股票 这就是这个风格 你会发现创新高的股票都走不远 但是底部弹上来的股票 可以涨三四十% 对不对 或者是说盘面涨转机股 或者是说涨这个高价股 都是一种风格 比方说盘面 一直在涨高价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百多的股票 涨得特别快 因为一百多要到三百多 中间这一段最有利润 那有的时候行情 在找低价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有可能涨面板 比方说负金通 再加上一档IC设计 再加上两档IC设计 再加上生计股 那这些东西在产业上 是分别属于不同的产业 所以你不能够说 现在什么什么是主流 可是你大致上可以感觉得到 你价格够低有转机 而且是在底部的 就有机会成为这一波的主流 而且它是跨行业 它是跨产业的 这就是所谓的风格 每个阶段 会有每个阶段的不同的风格 像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所有在涨的这个产业五花八门 比方说面板也有 小面板也有 或者是说驱动IC也有 或者是说有一些 上半年亏钱的IC设计也有 可是大致上它都符合一个现象 就是底部刚上来 这就是风格 这个东西就叫做盘面的风格 盘面的风格现在倾向于 大家比较想要找 从低档刚上来的东西 这一个风格 掌握住这个风格 其实是很重要 你才不会陷入孤芳自赏 因为台湾的好公司 其实非常多 你我们必须这样讲 台湾的好公司非常多 但是台湾能够一直涨的股票很少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股票 其实它都是委屈的 我绝对可以找到 100档股票以上 更值得买的 比现在该涨的股票更委屈的 但是它就是不会动 因为风格还没有轮到它 它会不会动 它迟早会动 那这个时候你是倾向于就是说 我等你 我拿我的资金去等你 还是说我先做这个阶段要涨的股票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风格 一定倾向于后者 比如说你纯粹只是要研究一些好公司 就等于说你在认同一个价值 但是你不认同市场的价格 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孤方至少 赚不到钱 所以现在简单来讲就是说 明天早上如果不管美国股市开低 开低当然最好 美国股市如果大跌 跌幅超过比方说0.8%以上 好那开低就是买点 直接抽上来 如果开到这个缺口的上元带最好 直接收上来 留一个下影线 那如果说开高也一样 那你就直接攻上去 攻上去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找寻 领先大盘创新高的股票 因为大盘的高点在这里 大盘没过对不对 可是明天是第一天反攻 只要是多头防守 它如果能够率先 比大盘越过前线的高点 上礼拜的高点 那就变成新的一个领头羊了 逻辑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我在讲的是股票 股票跟指数是分开的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有这种误解 拿去做这个什么期货 你做个股期货那没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风格 那我们看到 因为这一次有大陆新肺炎 的这个新闻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康纳香 今天早上防疫的股票 基本上都上来了 那防疫股票都有个特征 叫做什么 位置很低 这个道理就跟我 上上礼拜在讲那个 饭店股一样 蓝白的新闻还没有出来之前 其实云品跟寒色就已经涨了 那那个消息出来只是帮他贴一个标签而已 然后弯头下去的时候给大家一个理由跟借口 其实不重要 那当然很多人也是看新闻去短线进出 那我就觉得陷入了一个什么逻辑 陷入一个死亡陷阱 就是因为你把你的操作的绩效 堵在一个其实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上 对不对 股票其实为什么要看实战分析 为什么要看N字突破 为什么要看日出跟日落 就是因为当你还不知道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价格先告诉你它在出事 对吧 它正在发生一些事 只是你还不知道 所以日出跟日落为什么重要 站上季节为什么重要 正因为背后在发生的事情 其实你不可能每一件都掌握 对不对 如果说你确定已经越过季限的股票 那事后出现一个新闻来 来这个地方帮你做一个推波助澜 那这个就可以解读 难怪是前底部有人要愿意买 对不对 因为毕竟有人市场上 比你早知道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南光 其实我讲一个逻辑 这个新闻也不是今天的 不是今天的 大陆这个病症 三个礼拜之前就有新闻了 好 再来我们看剑桥 那现在就是感冒要爱克坦 还有就是说这些股票 基本上第一根都跳上去了 可是如我所说 其实剑桥真正穿越的境界是这一根 代量也是这一根 今天只是 这个新闻让它发酵而已 它拉回了范围 也没有跌破这根的低点 等于是说在这里买进的人 是先知先觉者 拉回来回撤的时候 它也没有砍出来 对吧 我在这边讲 生技股 与其有人问我说 是不是所谓的一日堂情 我更倾向于 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 因为生技股就是在低档 它也许这次不会涨 可是迟早轮到它 只不过市场上愿意来发动这个新闻而已 再来我上礼拜跟各位讲 第二档 底部几档 就是泛洪海集团当中的融创 那今天可以看到 再拉一根藏红 所以上礼拜是大概三根半的涨停 今天创新高 那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穿越季线是这一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概念都一样 都是一档股票先穿过季线 然后观察三周 喷 对不对 观察两周喷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举一反三的人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到 有一档股票 三周之前穿越季线 到目前还在盘整的 有没有 有 这就是今天要买的股票 所以你就抓周K棒 三周到四周之前 有一根藏红穿越 十三周均线 而且那一周的周量是过去五周均量的两倍 对吧 很简单的条件 是不是 你现在是找穿过去以后在这里的股票 穿过去以后在这里的股票 对不对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找十月曾经穿越季线 然后过去两个礼拜都没动的公司买起来 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 不一定通他们都是 都是从季线上来 这一次的标股的风格都是从季线 岔开的 穿越季线以后岔开的 这一次的标股都不是那种 在高空当中 空中加油换手在上 没有好坏 我刚刚讲的那种空中在上 也有任何逻辑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你看那种大涨的股票 能够一倍两倍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翻过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附近空间50块的 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对吧 好来50块的 再来新唐 那我们看到MCU的族群 涨到新唐来就涨到大支的了 连勇 这个曲端线这几支 那今天有带动到天狱 因为这一次敦泰最少涨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一个日落 那这个日落的话 当然有部分的资金在 驱动线系里面 跑到其他股票上面 天狱因为减资之后都没有动过 今天看起来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它今天可以看到 碰到80一回50 就是假交叉嘛 它没有站上去 但是呢 它在50这个地方 尝试再供一次 所以它这个有机会 形成一个有效日出 再来我们看一下瑞玉 好那五次没有过前高 但是投信买得很积极 这个看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联发科 那我们看到投信事实上买得比较积极 卖一趟这件事情 其实比大家想的重要多了 就比方说 我们来讲滑讯好了 对不对 滑讯这个位置 就滑讯这个位置 礼拜四如果你不先出一趟 对不对 你不先出一趟的话 你今天就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你问我说这个要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风格 今天有出现这种现象 比方说像那个宏杰科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题材是对的 股票也是对的 什么都是对的股票 但是开高以后 到达第一个短线的目标价 然后呢 短线当然就把它K出来 早上卖在开盘或空在高点的 当天可以赚15% 这个其实跟我上次跟各位讲的 滑讯是一样 那你也不能说买滑讯是不对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买的 只是说我有出 有的人他可能没出嘛 所以现在告诉各位就是 股票当然 如果你有成功的卖一趟 钱会回到你自己手上 你可以买下一档 对不对 因为很多股票轮流从底部上来 你可以一直轮转一直换 那如果说还没有到卖点 比方说像硬广 对不对 那这个连续拉出在四根停办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看 你前面的股票如果不卖 你怎么买硬广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 像那个经济科 你说哇这真的好强 对不对 经济科很强吧 你看你这里卖在这个位置 哪怕你今天是没有卖到最高点 说可惜卖早了 或是你卖在这里 可是你卖掉以后呢 你买硬广 事实上到今天还是涨定的 你后来居伤 因为拉了几根 一二三四五 你往回推嘛 一二三四五对吧 你这一天不卖掉你怎么卖硬广 可是老师我卖掉以后还有高点呢 我是不是卖错了 你没有卖错啊 你硬广算更多啊 就是把你的想法落在一棒接一棒 你才能够做好 现在这个风格的十二月行情 如果你一直在纠结 哪一支股票怎么样 哪一支股票怎么样 你一定要在同一档股票身上找答案 那广达就够你烦恼了 你要怎么找答案 对不对 他也没有破前低 他只是把你拖着这样子 打一个横向不上不下 你把你拖着而已 就别人在赚钱的时候你都不赚钱 你又没有办法一档接一档嘛 所以两件事环环相扣 有赚卖一趟这件事情 远比别人想象的重要 问题是市场上现在在交这件事情的 坦白说还真没几个 那当然原因有很多 如果你买的价格太高了 找不到时间卖一趟 因为你没有赚钱 你一定有赚到钱在先 你才有机会卖一档 对吧 所以来找我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比人家低 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金利科 或是我们安国 或是我们 系一KY 我们已经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 但是呢 当你手中的股票虽然很强 你的眼睛 你的重心要放在下一档 你不要一直在那档股票里面打转 举例来讲 这档股票深达科技 对吧 这个是 那个 维旋店旗下的一个持股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嘛 那我当时讲一个逻辑 就是说 那个时候在涨所谓的 静默式的散热 对不对 的那个架构 那因为散热的架构有两种 那我当时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各位讲 开放式的水冷还是要 一冷 它其实还是要风扇嘛 对吧 它要去吹那个风 那静默式的它当然不一样 可是很多人都搞错了 所以静默式的架构 它只冷 冷你那颗CPU而已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伺服器 对不对 这么大的一个系统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所有的零件当中只有CPU要这样问吗 不是哦 你其他的零件还是需要风扇 风扇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没有的 散热当时在涨的时候 百分百去邀请我 我就讲一个东西 以现在的主流来讲一定是风扇 那这张股票就是森达克 看到没有 当时的底部第一天穿越季线的时候 那你今天回头来看 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我们一起奋战的朋友 我们的逻辑在哪里 同学们讲这件事情 因为你买在低档 你在低档 对不对 因为好像我常常各位讲了 我们在讲什么股票 我会先买嘛 我会先带你进场 对不对 那你说 其他媒体在邀我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事后讲给他听都没有关系 可是呢 有一个重点 你要跟我在低档 是不是帅爆了 帅爆了 我觉得帅爆了 今天真的帅爆了 真的 你可以去网路上找当时那一段 那天的节目回头来看 所有我们的观众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建立 我真的恭喜各位 那现在我们取得一个有利的条件 什么叫有利条件 我随时可以卖一趟 对不对 哪怕你 也许你在这天卖掉了 对不对 也许你在这天卖掉 但是你的资金呢 你的资金如果跑去 刚刚我们跟各位讲的 一起跟我们买进下一档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让你的资金 在这个资金流里面 一直往前进 哪怕你一只股票 只赚两档都没关系 可是我刚刚讲的 这整件事情的逻辑就在哪里 第一个你要买得早 那你就可以把主动权 卖一趟放在自己的手里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你看今天的那个股票 你看华讯或者是说 好几只都知道 红杰克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 有一种现象 股票只要拉三根以后 会有很重的卖压 那有的人他想法就很简单 他说我一定要找出一档 不会有卖压的股票 怎么可能 找到了你难道不做其他股票 不可能 因为你知道风格就是这样 三档以后会有卖压 所以很简单 你就赚30%就把它拿回来 换下一档再赚30% 那你三档还不是赚一倍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档刚刚上来的 就打一个底部的 不管你从周格局 或是从日线格局 投资是让自己的资产 安置在那个时期的成长当中 我现在的重点 年前的快速班 来我们节目一开始说过的 今天不管美国收高收低 明天早上都是哪一点 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 尤其今天是一根长黑 这是市场给各位的邀请 好不容易等到 涨一千多点你没有做到 好不容易等到拉回一点 你还不进场 那我没办法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我们看到第一次穿过去的时候 当然中心电在这边 那是上上礼拜的事情 好 我们看一下在礼拜一 今天再创一个新高 上礼拜四 我们看到这个动作 这个表态的动作 那昨天是涨停 那今天就出现卖压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卖压一定怎么样 其实也不怎么样 我拿一档股票来跟各位讲 就好像说上个礼拜 我们来讲 我说这个上影线 其实滑通的上影线 一样会越过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今天还是创新高 那这怎么样去思考呢 就是说 当然你追股票 你追到上影线 还是不开心嘛 因为你从这个地方追到 你要套几天 一天两天三天 你才赚钱啊 可是如果你买在这里 就没问题 没问题 或者是你买在这里 就没有问题 两个地方比较漂亮 对不对 所以你第一时间 错过了这个点 那怎么办呢 不要追了 等卖压出来 卖压出来K的时候 稍微震荡一下拉回 来个死亡交叉 或干嘛的 再找买点 这个就是节奏的问题 不是说股票 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 一定要做到哪一档 是你每个礼拜 只要赚到三成就好了 你不要管是谁赚到你的钱 你也不要管 谁赚到那个三成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亚历 那一样啦 今天创一个新高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走出一个底型出来了 这个底型都已经出来了 主要还是在季线的附近 亚航今天也出卖压了嘛 那这个很正常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了 现在其实格日冲就是有卖压 但你要接受 你要习惯了 那这个我们看到华茂 这个我们在挂牌第一天 就跟各位讲过 今天有一个风格 叫做什么呢 叫做新挂牌的股票都 第四季都让大家赚到很多钱 比方说你看富士达 他挂牌在这边嘛 一出来就噼里啪一直涨 那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 比方说6526 比方说达发挂牌在这边 挂牌第一天买的人赚很多钱 对不对 是不是赚很多钱 所以今年来讲 很多股票只要你挂牌 尤其在第四季 挂牌第一天下去买 都是赚到钱的 那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是成功的 你会不会想要切入下一档 你一定会想嘛 这就是风格的来源 所以今年新挂牌的股票 很容易赚到钱 这也算是一种风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华茂 挂牌第一天在这边有没有 当天不是拉了18%有没有 那今天是12345第五天 明天恢复正常交易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反正第一个你先获利续报 明天会恢复正常交易范围 那明天再来处理 因为明天恢复正常交易范围以后 有可能会有法人进驻啊 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嘛 那只要你在最后一根红棒的底端 没有失守的话 这个假交叉有变成 一颗新波段的机会了 在我们看华通那刚刚讲过 就像这样子嘛 因为你会整理再上 整理再上 整理再上嘛 所以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钻到这一根 这两根 这一波段 那你如果说没有做得这么短的话 很简单 你就起掌的时候咬住就好了 好 色评IC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IC设计 它转到刚刚起掌的位置来 那我们看到旺久 今天已经开始留下影线了对吧 USB那几支 爱华是这一次 NL元件当中最强的 留下一个缺口 那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等到某一天 出现这种惯下来卖压的时候 它才会有下一次的买点 自惯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线上游戏 属于比较龙头的厂商 那这是另外一档 今天穿越季线的股票 今天穿越季线的股票 我会特别去注意 然后宋惠耀 这个今天有留上影线 因为有一些短线的当中课在这边 明天可以看一下就是 像前一阵子美无华 那这些股票除了就是 这一次就是肺炎的那个新闻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AI医疗 那准备快要展开了 没有多久了 优胜是第一个呼吸治疗器 攻上涨停的股票 那其实另外一档呼吸器 今天走得也不错 过年前的一个快速班 充施到过年 明天就是很重要 因为大盘终于有一个 比较像黑棒的拉回 那么过去这一千多点 来不及的话 当然就趁这一次拉回 好好做进场 但是买的时候最好是买新的 不要买那种人家已经拉过的 然后买完有赚钱 要先出一趟 一档接一档 我们的操作的逻辑 就准备这么处理 那么明天邀请各位 一起跟我们做清 好好把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